大家早安 今天全球現場 我們繼續帶你來看到的是 伊朗在昨天的時候是 為伊斯蘭革命衛隊 也是聖城旅的前指揮官 蘇萊曼尼 舉行逝世四周年的儀式 沒有想到他的墓地附近 發生了兩起爆炸案 目前已經知道 至少造成有103個人死亡 超過百人受傷 來看一下當時畫面 好 透過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這是從目擊者由遠方拍攝下來的畫面 可以聽到有明顯的爆炸聲響 根據當地的媒體報導 第一次爆炸聲響 是距離蘇萊曼尼的墓地 只有700公尺而已 那第二次的爆炸 是距離朝聖者參觀地點 一公里 兩次的間隔只有10分鐘 另外當地媒體也報導說 這攻擊者是把幾個裝滿瓦斯桶 放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引爆 加上大型活動集會 有非常多的人參加 這一次蘇萊曼尼他的紀念日的活動 所以這個死傷者恐怕還會進一步增加 好 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是 這就是這個伊朗當地 他們在舉辦這一場紀念會 他是四年前被美軍刺殺 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 特種兵的部隊 聖城軍代表人物蘇萊曼尼活動的時候 發生了這一起大爆炸事件 那目前知道有一百多個人死亡了 好 現在伊朗政府就定調整起事件 是一起恐怖攻擊事件 而美國白宮在今天 也對這件事情做出回應 表示目前沒有證據顯示 這個幕後的兇手到底是誰 好 伊朗當地的 媒體就報導其實爆炸的時候 當時有數百人聚集在蘇萊曼尼的墳墓 這邊紀念這一位 他是2020年在巴格達機場 遭到美方五人機攻擊身亡的前指揮官 而其實在整起事件 當時很多的情資就顯示說 是以色列可能參與暗殺他其中 而在幾年前 其實以色列的情報單位 他們也承認說 的確是有參加美軍暗殺 蘇萊曼尼的行動 然後在他的紀念日的時候 又發生了這一起大爆炸 所以現在外界就推測 以他戰爭有沒有可能會有外溢的狀況呢 恐怕這還得要持續的觀察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 在日本這幾天 他們開年真的是不平靜 好 在這個福岡的北九州知名商店街 就來昨天下午發生了火警 由於店家很密集 這個火勢蔓延的相當的迅速 社群媒體上流出的這幾段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火勢非常的兇猛 消防人員全力不水線救火 這條商店街 它其實是歷史非常的悠久 創建於1951年 已經有72年的歷史了 這是日本第一個拱囊式的商店街 而初步判定這個起火的地點 疑似就是在一間餐飲店 起火原因可能是因為 鍋中的熱油引燃火事 發生了爆炸 所幸當時餐廳裡面的員工 還有顧客都已經順利逃生了 好 同一天在日本的東京 在昨天晚間的時候 是JR山手線秋葉原車站 在昨天晚間發生了攻擊事件 好 一名女子就在行駛當中的電車 突然揮刀行凶 這名女嫌犯刺傷了四名男子 好 其中有三個人是重傷送醫的 其中有兩名男子的背部還有胸部 是遭到刺傷 所幸是沒有生命危險 根據了解這個女嫌犯的年約大約20多歲而已 員警趕到之後就將她給壓制 以謀殺未遂罪嫌 將她逮捕偵查 山手線的外回電車 也因此暫停行駛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就是 在前天晚間的這一起金魂祭 就是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機 在降落東京雨田機場的時候 當時是撞上了海上安保廳的飛機 機上有379個人迅速撤離 只有14個人受傷 而日航在昨天的時候 也火速宣布說 對機上的乘客要啟動賠償機制 好 這其中包括了 像是行李的部分 好 如果有損毀的話 或者是說回程的交通費用 都可以申請補償 根據了解 如果乘客的行李全毀的話 可以得到大約是 新台幣4.6萬元的補償 日航表示 目前已經向367名的受害乘客 支付了賠償金 而且開放在3月底之前 機票可以全額退費 但這樣子很迅速 後續的處理方式 也讓很多網友大贊 真的是很負責任 好 當然現在大家就要問了 到底為什麼會有 這麼嚴重的撞擊意外呢 好 當時這個火事 是燒得非常的猛烈的 消防當局花了 將近8個半小時 才撲滅火事 好 兩架班機造成的是 嚴重的這個 有5個人死亡的部分 而且後續是燒成了一堆焦炭 那現在這個幸存的機長就是 海保機唯一幸存的機長 雖然說他是保住了他的生命 可是全身是大面積的燒傷 脫離險境了 而他的攻擊也有助於 釐清整起撞擊事件 跑道上傷痕累累 整架飛機燒成一片焦黑 僅剩機尾和機翼 還能看見白色機身 而海保機也不遑多讓 殘破到無法看出原貌 全部支離破碎 目前警視庭派出大批人力 在現場搜證 依照業務過失 針對機體展開調查 2號下午日機降落 宇田機場和一架海保機擦撞 形成一團火球 根據日媒引述海保廳內部人士指出 機長當時曾回報 已得到起飛許可 但事實上塔台根本沒有 准許海保機起飛 而是往跑道移動待命 進階證實海保機機長 可能是聽錯指令 而塔台當時給予日機 516降落指示 飛機才開始下降 而且當時131客機 還發現跑道已經著火 這段通訊對話 現在也公諸於是 顯然是海保機機長自己誤會 可以起飛才導致這場意外 花了將近8.5小時 才把火勢撲滅 而海保機唯一倖存的機長 雖然在第一時間逃脫 但是受到大面積燒傷 還在加護病房觀察中 經過一夜搶救 目前已經脫離險境 警視庭則表示 等待機長身體狀況好轉 將會對他展開詢問 釐清事發當下具體經過 其實會發生這起意外 雙方都有責任 日航機長也應該目視跑道上 是否有飛機才得以降落 否則就會造成重大悲劇 記者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我下個汽車 在哪個汽車的行李 也會想排出 a G